Hello大家好,我是喜欢夏天的SanSan,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给大家做了那么多期爱马仕菊盒子的开箱 这一期呢就不是配合推荐了 我今天要开箱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包包 然后我把我的mini Kelly放在旁边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包包的尺寸 大家就知道这个包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迷你包包 最近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在说大包要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小包当道 因为大家出门真的不太需要用多少的东西 所以我把我的mini Kelly拿出来也是因为我今天出街的时候正好背着它 然后我大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容量 我平时出门的时候都用到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即将开箱的这个小可爱 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装在mini Kelly里面的东西移到这个包包里面去 然后给大家一个小hint 就是这个包包它其实不是一个quarter包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 然后很多人都会喜欢的一个款式 并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颜色 所以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觉得我的悬念也给大家留得够够的 我们就一起开箱吧 这个爱马仕的receipt待会再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大概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就是在涨完价了之后 现在这个包包的价格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丝带拆开 看一下这一次我拿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包 就是甜品包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有没有 就是懂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甜品包很多时候就是非quarter包 所以它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不是BKC的包包中的其中一个 要不然的话 这个尺寸估计也只能是mini cali了 如果能给我再给我一个mini cali的话 我觉得超级开心的 然后呢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那爱马仕 其实有很多特别热门的小包包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其中的一款 我之前其实有开箱过一个 这一款的包包 但是呢 这个包包当时我是在机场买的 然后并且它不是皮质的 它是一个羊毡毛的材质 所以如果看我视频很久的老粉 应该都知道我在说的是哪一款包包了吧 对 但是你可以猜一下它的颜色哦 好了好了 我不卖关子了 叹叹 对 大家可以看到是大象灰 然后缝的是白线 这是一款mini avalan 哇好可爱哦 是我就是 我觉得还挺巧的 因为正好路过店里面 然后随口问了一嘴 然后因为马上就是要生宝宝了嘛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一个 比较casual一点的斜块包 就虽然说mini cali 其实也是可以非常随性 然后非常随意 但是我就觉得 它还是稍微有点硬挺 因为毕竟是cali的设计嘛 然后所以它整个设计的话 就是会比较硬挺 然后拿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但是呢 就是mini avalan的话 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扣子是从后面打开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象灰的银扣 然后把中间的填充物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构造 它里面其实是有配一个肩带的 然后待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肩带 因为你会觉得大象灰 是不是就配大象灰颜色的肩带 但其实并不是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中间这个H的logo是一个镂空的设计 我有看到网上有其他的小姐妹 就是把他们的丝巾啊 推理啊 就是一格一格穿到这个H logo里面 然后就看起来非常的五颜六色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对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层皮 所以它里面看着就是有点像那个Pickerton就是菜篮子一样 里面它其实是没有处理的 它不会说像我把这个Mini Kelly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 Mini Kelly相当于是里外是它两层皮缝在一起 像我这个外面是山羊皮呢 里面呢其实是Swift 就是特别特别光滑的这个皮质 所以说呢 里面和外面其实都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皮 但是呢 像Mini Evelyn包括这个菜篮子 它其实就是一层皮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这个也其实挺好的 因为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包包真的非常非常的轻 然后刚才说到了肩带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Mini Evelyn大象徽 它配什么样的肩带呢 就是Mini Evelyn它的肩带其实都是帆布的材质 然后这个它配的竟然是一个蓝色的肩带 对我也是惊呆了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虽然说它那个肩带的就是怎么说呢 配在扣子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还是大象灰 然后跟着是银扣 然后并且也是白色的走线 但是呢它就是肩带的具体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藏蓝色 我记得它这个名字色号好像叫Blue Indigo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颜色配上去也很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我当时在店里面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这个肩带给打开 然后挂在包包上面了 很多人说爱马仕这个Mini Evelyn它的肩带会稍微有一些长 所以很多小个子的女生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其实背上去有点像就是拖到屁股啊 或者拖到胯部左右 然后所以就不会特别好看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把这个肩带缩短 或者很多人我看到 在网上他们都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拿一根推力啊 然后或者是就是编成麻花片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的 我如果到时候能找到一些图片的话 我也会附在这上面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包包的价格吧 这个包包呢 我看了一下就是 它加完税了以后 我付的大概是2200美金 它的原价是2050 我记得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已经涨过价的价格了 因为之前这款包包 我之前买的那个羊毡毛的材质 在机场是1500美金 然后我记得皮质虽然说会稍微贵一些 但是也差不多是在18001900左右吧 所以爱马仕其实最近也长得还挺凶的 我真的真的特别喜欢它这个皮质 超级柔软然后很随性 我相信它这个大颗粒的应该是Clemont Leather 然后对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可以放一些什么东西 顺便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Mini Kelly Oops 顺便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Mini Kelly的容量测评 让我来把包包拿上来 不小心翻车 所以首先呢就是手机啦 手机呢我们这个是13 Pro 然后它不是那个Max的 所以就是完全轻轻松松放进去没有问题 我之前看网上很多人就是吐槽 说Mini Kelly放不了手机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大号的手机的话 的确可能放进去会有一点困难 但是就是一般的尺寸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平时会戴的卡包 那这个卡包呢就是LV和草间弥生的合作的南瓜款啦 然后我就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卡包 因为它很能装 你看它外面就可以装四张卡了 然后它这个拉链里面你还可以装一些现金啊 或者是其他的卡 然后整个鼓鼓囊囊的 然后每次掏出来的时候 付钱的时候都觉得好可爱 尤其这个南瓜的这个小的这个钥匙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超级萌的 对然后扔进去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平时在我的Mini Kelly里面都会戴谁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Mini Kelly虽然说长得小哈 但它里面真的挺能装的 我平时日常的一些个人护理的用品啊 一些就是比较需要出街必带的一些啊 护手霜或者是说洗手液啊 然后皮筋什么的装进去都是绰绰有余 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洗手液呢 如果你想要扔进去的话 你看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 然后还有就是我平时的这个凡士林的护唇膏 然后呢哦这个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香奈儿的呃唇膏144号 这个其实当时是我在香港机场相当于忙买的 然后但是涂上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超级提气色 并也是属于不太挑 就是你不化妆然后涂上去都特别好看的 真的推荐给大家这一款啊口红的颜色 然后你看放进去了以后真的还是还挺富裕的 然后并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开口的设计 因为你如果就是你鞋背到身上然后想伸进去掏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然后都可以一目了然然后看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啊如果想要扣扣子的话就可以在后面就把这个扣子给扣上 但我觉得其实你这个扣子不扣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其实更多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如果你想就是把这个包包呃翻过来的话 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可能还是会掉出来 对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镂空的设计若隐若现的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因为包包本身也比较轻嘛 所以我放了那么多东西进去了以后 其实也没有太增加重量 总体来说就是嗯毕竟比起两边就里外都有皮的这种mini kelly来说 这个mini evelyn还是要轻非常非常多的 对然后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山羊皮和那个command leather的对比 一个就是比较细一点的然后更有光泽感的纹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哑光一些的然后比较大一些的纹路 然后像那个etope真的是怪不得是金刚色 因为我觉得它配白色的走线真的是非常好看 嗯然后我这个mini kelly呢它就是配的就是原来的颜色的走线 对所以超级开心又就在我的包包collection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小包 嗯我觉得除了就是这种夏天的时候背的那种特别亮色的颜色之外 就是偶尔去入一个金刚色的小包包 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本来是想要一个比如说大象徽的mini lindy 但是听销售说现在大象就是现在mini lindy技术哈 是比那个mini constant还要更难拿 就是比cota包包还要更难拿 所以就是拿到这个小甜点包我也觉得很开心了 如果平时穿的比较邋里邋遢的 嗯比如出去买菜啊或者出去对吧 就随便塞个布的话我觉得备胎也是非常合适的那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包包呢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肩带 这个肩带颜色跟这个大象徽是不是还挺搭的 啊留言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这款包包吧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开箱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我还在等我的cota包包 我先卖一个小关子 我先不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给sales许愿我想要哪一款包包 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猜一猜我这一次在等哪一款包包 然后看一下你有没有猜中的 好了那就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嗯如果你们还没有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赶快关注我 因为希望希望我的push gift我的下一个cota包包很快就会来 嗯OK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啦拜拜